美国军事专家对中国最新的双座歼20第二架原型机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点名表扬甚至是羡慕 来看详细情况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美国军事媒体军事观察杂志 刊登了一篇标题为 世界首架双座第五代隐身战机的新面貌 中国歼20AS向着量产机队迈进的文章 无比虎哥多说 想必大伙看着标题也能猜到 美国军事专家新一轮的关注焦点 便是我国最新型的双座型歼20隐身战机 美专家称 最新的双座型歼20隐身战机2号原型机 目前被拍到现身中国成飞的厂方测试场上 身披黄色出厂涂装处于未交付状态 这是可以被确认的第二架双座型歼20原型机 暂称为歼20AS 同时 第二架双座型歼20隐身战机原型机的出现 也能证明中国的双座隐身战机计划 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双座型隐身战机 是中美俄这三个具备独立研制隐身战机能力的国家 都曾研制过或者再研的先进项目 譬如说美国空军曾经研制过的FB22 便是在F22隐身战机的基础上 研制的一款双座隐身重型战斗轰炸机 但因为美国对下一代机型的需求变化 以及F35和B21这两款下一代打击飞机的项目推进 美国空军最终放弃了在任务定位上有冲突的FB22 双座型F22的计划也就这样无果而终 而俄罗斯同样有计划在苏-57隐身战机的基础上 开发出一款具备空中指挥无人机能力 能够和S-70猎人隐身无人机 进行配合协同的双座隐身战机 但受限于俄空天军的研制经费有限 以及苏-57量产提速缓慢等因素 俄罗斯的双座第五代隐身战机暂时还不见踪影 也没个下文 美专家称 在美俄两国要么放弃研发 要么研发受阻的情况下 中国靠着自身实力 在全球双座隐身战机领域 再次实现了又一个世界第一 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将双座隐身战机 推进到实际建造阶段的国家 对于双座型歼20隐身战机的用途和功能 美专家认为 这款强大的双座中型隐身战机 将担负起空中指挥 无人机控制 以及强化对地打击等任务 全新增设的后座第二飞行员 正是为执行这些任务应运而生的 既是无人机控制员 也是歼机机队指挥员 还是操作对地打击武器的武器官 一人身兼多职 能够应对不同作战需求 执行不同的任务 这将极大强化双座歼20的作战弹性 增强其应对复杂战场条件的能力 使得这款本就强大的第五代重型隐身战机 变得更加致命 与通常情况下 美媒贬低歼20 经常说歼20抄袭美国隐身战机不同 在此篇文章中 美专家重点对歼20的生产速度进行了点名表扬 美专家表示 在美国FR2已经全面停产 俄罗斯的苏武器一年只造个位数的当下 中国歼20的量产速度 是双发重型隐身战机中当之无愧的王者 中国拥有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扩充速度最快的双发重型隐身战机机队 并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国的这一优势很可能永远如此地保持下去 美专家还遗憾地表示 较小的尺寸导致的平台限制 使得美国唯一仍在量产中的F35隐身战机 不具备像歼20这样获得双座升级改造的可能 在这一点上 无法与歼20优秀的平台设计相媲美 并且因为疫情影响 以及下游零部件供应链中断 土耳其退出F35计划等多方面因素 F35的产能出现了断崖式滑坡 连美国海军明年才只能采购区区9架 在产能前景上完全无法和歼20相比 而得益于强大的产能基础 中国的双座歼20一旦进入量产阶段 则可以开足马力全面生产 快速提升中国空军高端战力 这是美专家在文章中点名羡慕的 要虎哥来说 此次美专家的分析确实不同以往 比那些抹黑胡扯的美媒不知强到哪去了 美专家中肯地分析了歼20的平台和产能优势 有理有据 还切实地指出了F35不如歼20之处和存在的问题与弱点 确实值得肯定 另一方面 在双座歼20的第二架2032号原型机亮相后 我国的双座隐身战机发展 确实已经迈入全面快车道 未来的发展前景可谓是一片大好 指日可待